嗨大家好,我是小一隻 這一集開箱Dubtips 2020秋冬的這件外套MC Jacket 一樣,外套類的話,目前都是有這個防塵套 有印花的防塵套 然後再附一個塑膠的衣架 好,那稍等一下拿出來給大家看 好,那這件是這一集綠色的Medium Size 我覺得這一集的顏色還蠻好看的 它的這個有點像是做舊的顏色 然後材質是用鋸子纖維的 所以也不用擔心它傷污或是退色的問題 基本上都不太會發生 好,那也蠻好清洗的 那再來看到外觀 外觀設計的話,主要比較明顯的 就只有背後這個三角形的老手設計 我覺得這個是40%的Logo 然後這個是電鏽的 好,然後再來就是正面這邊 有一個長方形的這個步標 然後在側邊的部分 也有這個小小的Dubtips的標 然後阿姿桑是這樣 好,那再來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板型 我剛有先打開來看過 那我覺得拉鍊蠻好拉的 所以有先拉起來給大家看 然後我現在展示給你們看 我覺得蠻順的 我覺得蠻順的 好 稍等我一下 然後 然後 先順便戴一下 這一件的話 它的這個 帽子是沒有帽子設計的 只是 這個叫做 頂子這邊有做填充 所以是鼓鼓的 那一來也比較挺 然後也有保暖的機能 好,內裡的部分 也有做這個 鋸質纖維的這個材質 很滑順 蠻舒服的 OK 板型的部分 這件是Medium的 那因為我裡面這件比較寬的關係 可能會有一點點擠 那其實一般的話 罩子上面沒有問題 然後它也算是寬版的 比較俐落一點 好 然後口袋的部分 嗯 一共有四個口袋 那上面這兩個是斜的 再來底下是放的 那空間的話 這個我覺得也還OK 嗯 大概放個手機是可以的 再來的話裡面都有這個 內袋 可以做收納 這邊 好 然後 呃 尼龍的材質 也比較防風 然後它裡面是有做淺沖的 所以這骨骨的 然後 保暖的機能也還不錯 好 給大家看一下 OK 然後目前日本還可以再追加 有需要的話一樣 私訊我的instagram小便 掰掰